大家好 這裡是桃園機場 我們要去美國了 一趟美國行 做了哪些功課呢 這次退居幕後 分享女兒一家人美國之旅 12天的一時住行娛樂的Vlog 去了哪些地方呢 希望大家能喜歡我們帶來的影片 跳得真好 實在開心得不得了 你要搭飛機去哪裡 美國 我 期待嗎 期待期待期待 好要出發了走 搭的是星宇航空 線上點餐開始囉 首先呢現在講我們訂的機票 兩大一小來回機票 大人是兩萬九千多 小孩子是兩萬三千多 所以呢一共是八萬三千零四十六元 線上訂購 觀察很久才下訂的 算是搶到不錯的票價喔 來開箱西泥航空的機場餐 聽說不錯喔 聽說不錯喔 的確不錯啦 哈哈哈哈 還有過夜包 忘了拍 哇小母子好興奮呀 救星山到囉 我們要到到 道府第二站 Fantle Center Fantle Center Fantle Center 這價格已經包含了全鮮喔 好划算喔 可以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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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拇指很大嗎 這裡有 這裡有 打飛機還有衣櫥 這邊也有一個衣櫥 這邊有一個衣櫥 這邊也有一個 衣櫥 看一下外面九樓的風景是甚麼 健身房 喔在這頭 來看一下廁所吧 大年 這已經算是老爺爺等級的飯店了吧 才會用這種等 要住兩天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胡子說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已經住進我們第一間要住的飯店 我們是從台北飛到舊金山 我們在距離聯合廣場 大概兩百三百公尺的一間 你們也可以看 那我們現在來分享一下我們 我們是第一次來美國對不對 對 而且我們是自由行 我們就是 我們早上有買了好多東西 對 我們就想說來分享一下我們那個路徑的心得 因為以我們是一個第一次來美國自由行的小白來分享一下 不是也不算甚麼教程 就是一點一點的心得分享 我們首先呢 就是我們來 就搭飛機的前兩天大概2月 17大的飛機 2月15號去申請Eastop 那個Eastop 對 然後大概一個小時多左右就通過了 通過之後 就是因為 他還他有建議說要印出紙本 我們就把 我們就把 因為他那個APP 他是用一個APP 你在填的時候可以用 就用中文 用繁體中文去填那個APP 可是 填完之後呢 因為 畢竟海關是美國人嘛 我們還是要印出 印出英文 選英文版的 比較 比較 那個 會把手機的那個設定 設定 把它調成 英文版 之後你就可以印出英文版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一家三個人 都順順過了之後呢 我們就印出了英文版 然後帶著這個紙本 在 學生行李裡面 然後在 要過海關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真的實際要過的時候呢 他沒有看 可是他跟我們問的非常多的話 就是在 網路上查到的所有的問題 全部都問 對不對 不是 首先第一就問說 你們要預計 你們是來這裡幹嘛 然後你們來這裡幹嘛之後 就問說 你們預計在舊金山帶幾天 還有要去哪些地方 然後 再來會說 那是 那是 那是我家是要幹嘛的 去 洛杉磯要幹嘛的 然後 帶了多少錢 然後 那這期間 都是住在哪裡 那我們都是 有信仰票嗎 有點像有的人 可能住學校的 朋友家 他就是 這些都問很細 然後 後面還會問說 問說 有沒有帶一些什麼樣微禁品 這些基本的 也都全部都問了嘛 那網路上 所有 講到的問題 就是 然後他預計 帶幾天 還帶多少錢 這些所有問題 全部問了 因為我們 但我們是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嘛 所以我們三個人一起統統玩 所以 那個海關 是有點輕鬆的態度來 跟我們 聊天的這樣子 但是我如果覺得 如果是 一個人一個人過 面對這麼多 問題的話 可能會有點緊張 所以可能事前要先準備 對啊 等待人有點久一點點 對啊 好 這大概是 過關的信仰保 因為他大概聊完之後 我們就通過了 拿行李啊 到最後 到 拿去 去拿租車 租車的時候 也是做一個 Airtrain 也都是蠻順利蠻快的 這樣 有拍一些畫面 再分享給大家 屋結飯店 San Francisco 還蠻好找的 停了一個晚上 20塊 20塊 剛剛有很好心的路人告訴我 We don't have to pay us something 所以我們要把車停在路邊 停好了 大家都這樣停 應該是安全吧 嗨 嗨 嗨 天氣還不錯 舊金山都有很多 像這樣子 坡道的路段 要開這個車 感覺比開汽車還要不容易 比開火車還冷 要一直 動 而且他要用 就是要 他都整個人轉身啊 看左右 前後來車 剛剛那個有一個 來自香港 他說他1983年就來了 來這裡 舊金山 然後他剛剛教我們怎麼買票 用機器買 我們買了一日圈 一個人13塊 然後像模子 這麼小的是不用錢的 所以我們買了兩張 我們等一下回一程 再來繼續搭 去人碼頭之前 看到一個很大的航子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 金門大小 的模型 這麼大一個 把這麵包都好大份 超大條 好大塊 感覺可以吃一個月 喔你要企鵝的喔 快到魚人碼頭了 摩天輪 我們到了魚人碼頭了 還好地上是濕的 可是天氣非常好 惡魔島在那裡 穿過這個惡魔島 我現在要去的是 39號碼頭 去看桿子 母子很期待 看桿子 早上的魚人碼頭 現在8點多而已 沒什麼人 應該是下午或傍晚的 會蠻多 來看幸福 我們就等於是來 看 早上 CANVERSISCO的屁股 39號碼 你好 這麼大看 但還沒有開 等一下再過來 現在還太早 現在還不到9點 先說那個SKYF很好 恐怕 剛剛還在睡覺 找到海獅了 海獅會 太好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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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疊在一起 看你選到哪 有一個落單的海獅 對 在這裡忘了海獅 對 頭越抬越高 麵包濃湯的店 打開 超級大 39號碼頭 這邊 一定要來喝一次的濃湯 白的跟紅色 我們都各點一個 這一間店有4.3顆星的評價 我們就來吃看看 飲料是無限 點的都是無限上的 好 來吃看看吧 來 麵包怎麼樣 一樣 欸 好吃齁 好 木層認真的在 在 在享用 太餓了 太餓了 紅色好 紅色麵包好 還是白色麵包好 白 也是白白 那湯跟麵包都贏了 好喝嗎 超大洋蔥圈欸 對啊 很多種顏色都有啊 還有什麼 很多人都要喝咖啡 很多人都要喝咖啡 謝謝 謝謝 哇梅西喔 這是熱門的網紅打卡餐廳 以為是賣咖啡的 結果全都是在賣修的 很可愛的衛生紙 我目前很認真的在畫畫 我目前很認真的在幫梅西設計球衣 對啊梅西的衣服啊 飲料來了 連牙膏都是鎖住的 除了很便宜的東西 不然都是鎖住的 因為離員工 有點太可怕了 所以現在 這邊的商場東西幾乎都不選擇 不然是鎖住的 是呀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嗨 這是母子 這是我的奶奶 好 我們今天在九金山的第一天 我們就坐了當當車 當當車去 買了一日券 好 丁丁車也可以 買了一日券 單程票是8塊 一日券的話是13塊 所以那個車上的一個香港的司機 就跟我們說 很有善 就跟我們說 建議我們 因為我們是要搭來回 都是要停進車 他就 推薦我們買這個票 然後像母子 這樣的小朋友 是不用錢的 免費 這個是如果來九金山 一定要來體驗一下 早上六點就開了吧 一直開到凌晨一點 好像都有 一定要來體驗一下 就是隨招 就跟他招手 他就會停下來 他就會有個STOP的牌子舉起來 然後我就停下來 我們就直接就衝上車 上車之後 他也不會立刻跟你買票是幹嘛 我們後來看 有一個就是搭這個 丁丁車 到最後一站魚人碼頭 到魚人碼頭之後 我們就是去看了海獅對不對 跟海鷗 海鷗 對 海鷗 我們還看到海鷗 搶劫別人的食物 對不對 要那邊到那邊食物 小心有一個拿了一個熱狗 他只是拿在手上 我就被海鷗 一拳個海鷗 就搶走了 然後 全部都 吃吃吃吃 全部吃掉了 吃了一個不剩 就有點像活絲 髒餅 介紹一下我們 去今天買的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 很愛收集這個 Hard Rock的這個 每個程序的東西 我們之前去羅馬 去什麼 威尼斯喔 好像都有買 都買這個 Hard Rock的這個 他每個他下面 會有一個他們的 城市的限定 的質量 我們小東西 小飾鐵 登登 這個是磁鐵 磁鐵喔 磁鐵喔 不價值的 一個12塊 美金 對 這是磁鐵部分 它很像磁鐵 它有很多種 磁鐵車 就要掛在他的書包上面 對不對 也要14.5美金 他這邊 買了三件衣服 一人一件 可是他本來原價是65塊美金 然後特價 特價變48塊 然後他在對面 那個紀念品店 那邊賣超多東西 什麼想到的東西都有 可是我只買了一個這個 一號公路 就是我們過幾天 我們想要 開一號公路去 那個 洛杉磯 因為聽說 那是一個很漂亮的 海岸公路 我們要4點 開一號公路 就這樣 這個是8.99 8.99美金 4點 4.9塊左右吧 4.9塊左右的美金 結帳員 剛好也是 好像也是台灣人 送的每一組 真的 免費都for free 送一組這個 這個洗澡的吧 今天分享就到這囉 之後 將陸續推出美國型的影片喔 好 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